各位早晨,我是持有学校的李安迪老师 今天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这个From e-learning to mobile learning的一个课题 我记得刚刚收到可能Erwin的邀请 我其实都很迷茫 e-learning和mobile learning 其实现在大部分学界都在说e-learning mobile learning又是什么呢 其实自己都有一些confused 我都发了邀请问Erwin是什么 再想深一层,其实也有点像自己学校的发展 所以今天我也会借学校的发展经过 去和大家探讨一下这个课题 究竟如何去进行的呢 我自己看法是一个历程来的 那怎么样去这个历程 是多少年进行了的呢 其实是进行了五年的 短短15分钟我们要分享这五年的经验 是的,要讲这个电子学习 都离不开这个叫做21世纪的一个学习和生活的技能 我一直都不详细讲,我想在座各位或者Erwin或者 副局长都讲过这么多次这件事是什么来的 我们学校发展电子学习的起因就是这个句子 因为我们的校长比较看远一点 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教学的 要教识学生的东西 其实是在预备将来的生活的 除了教识现在要应付的生活 学校老化的,因为学校有整个六十年历史的了 就是校舍都很旧 那个基础都铺了起码十几年了 你想想当时的工程其实是 基本上乱来的那些拉线走线的工程 就是switch又不知道铺哪一只 出个位又不知道哪里 接着对外的那个宽频 好过另外有一位李sir少少少 有6M的 开个Yahoo其实基本上都 即不是Lock in 开个Yahoo都开了十分钟 就是一起 基本上一堂三十分钟 都不知道做什么的可以基本上 另外也有Wi-Fi的 因为之前EDB也有不费用Wi-Fi 其实是连到线的 不过不时会断线 所以有其实等于没有 就是有些AP挂在那里 好像都挺先进的 其实就没用过的 最后全家学校的机器 都是Pentium 4 512Mbps而已 就是开Voto Impact 你想想都会开了整五分钟 有时候转了机器 然后由头来过 就三好多时间 最后全校只有四部Notebook而已 在这个情况 五年前这个情况 怎样发展E-Learning 申请QE Fund 我想大家都试过的 都挺困难有时 例如说基建去改善 基本上都挺困难 除非你有一个很有创意的 教学的一些 或者教育学的活动 在后面背后 可能会成功的经验大一点 那我们那时候的申请是失败了的 就是说基于这个环境 那又没钱了 又这么麻烦的环境 那怎样推呢 幸好我们这些老师都很积极参与 方家一些不同的机构的一些 E-Learning的活动 那我们参与了Microsoft 叫MVT的设计 那里面呢 他介绍了一个软件 叫Malmisschiff 那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是透过一个简报 在座各位老师都应该会用PowerPoint 这件事的 透过简报 再拨几只滑鼠呢 在课堂那里 学生就可以做一些 互动的抢答题目的了 那回答完这些题目之后呢 老师是即时在那个画面 看到哪个学生答对 答错 看到那个feedback的 那由于真的太简单了 因为老师平时做PowerPoint 也都不用写什么 什么upload的东西上去 又要由头写那些flash 那很多老师都应用这个 教学的方式 由低年级至高年级 有些做巩固 有些做抢答 有些做引发讨论 其实 应用了这个软件之后 整个课堂改变了 好了 再讲讲第二个软件 第二个软件我们应用的 就叫做Scratch 它是一个什么软件来的呢 其实是一个多媒体的学习软件来的 它可以做到什么呢 它可以做音乐 就是做音乐创作 可以画画 可以做动画 可以做游戏 这个特别小小 我们放了在课活动 和电脑堂那里做的 那一推出给学生 那时候那些学生的反应都很大 就是疯狂地试试 或者不停地做动画 画画一年级又试 全校推行的 不断地用了 但是有什么出现呢 出现了问题呢 开始有些限制出现了 我们看到 就是老师又开始会尝试 会尝试接受 这个E-learning的教学模式 那学生也接受了 原来这样也可以学习到的 就是我设计了一个游戏 其实可以学到一些数学概念 学到一些英文词汇 或者可以将我学到的东西 演示出来 那我们也喜欢一种学习的 那限制出现了 限制是什么呢 电脑室我们有的 电脑室有30部电脑 那当要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 基本上课室进行不了 因为刚才那个限制都说了 课室其实有Wi-Fi 对于没有 另外也没有一些Tablet PC 那机只在电脑室用 那不可以绑绑上去用 那时间也有限制 回到家里 那我们学校收的学生 差别很大的 有些真是有钱 但普遍来说 都是中下的阶层 那就算是有钱的那些 父母未必来到他 可能说我想玩一只Scratch 那家里没有人帮他装的 或者我想试试一些新的软件 有钱买 但是没有人帮他装 也都没有人教他怎么用 所以一个问题出现了 那怎样解决呢 钱 刚才说了钱是 一个解决的问题 就是基本的问题 就是你起Wi-Fi 你没有钱怎么起呢 你拘捕那条线 你没有钱怎么拘捕那条线呢 那我们再申请坊间不同的基金 就是不同的慈善基金 各个基金 那好幸好有一个基金 就是赞助了我们 重铺全校的网络的 也都铺过一个 比较高规格的Wi-Fi 换过一些伺服器 买了Tablet PC 建构了一个无逢的学习环境 什么无逢学习环境呢 就是说我们用了虚拟电脑 和Remote desktop的技术 将学校的环境 和家里的环境连在一起 就是说他回到家 其实他用Remote desktop连线 就可以连线到他的虚拟电脑 拿到学校的资源 继续进行学习的 就是他不管是什么机 他可能是家里的P3也好 什么OS也好 其实都可以连接到 我们学校正在预备的教材平台 去做学习的 好了 这个计划推行了 其实满足了我们 伯学团的概念 就是e-learning for all 就是我们觉得 每个小朋友的学习的机会 都应该是平等的 就不会说有钱的 就可能有iPad 或者有些高规格的电脑用 没有钱的 就可能要等 或者回到家里没得用 有这些东西就所有人都可以用 那出来的成果会是怎样呢 出来的成效就是 整个教学的效能是改善了 因为其实他的学习环境 其实是延展了回家 可能老师当我教PowerPoint 以前我们真的要在学校完成 实在是整个课程 要确定他懂不懂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留一半 让他回家 去用学校的资源去做 以前就会有一个问题的 就是说当教Flash 那他学校用到的 但是家长就立即打你了 喂考试 我在哪里买个Flash 下载那个试用板 用完30天就没得用了 我下载了又不会怎么按 就是一个TSS 或者一个负责电脑的老师 就会很麻烦的了 但是现在我们有个虚拟电脑系统 他就会直接好像订阅 进去 所有的资源 软件都会在那里 他就不需要烦这件事了 回家继续学习 也加上看到他在学校做着什么 有了这个 软件或虚拟电脑这个模式 带出来是什么呢 开始有少少移动学习的元素在里面 就是说学生其实 无论去到哪里 其实他都可以进行学习的 只要有一样东西 这个必备的 就是互联网 上到网 连线回去 继续学习 我们学校推行的策略 就不会购买一个器材 就是说可能用了某个苹果 我就行不到Microsoft的东西 我们就会 其实是什么器材 Android也好 iPad也好 什么机都好 甚至一些 在走着Windows 2000的机都好 只要他连线有 规模标记软件 这个软件 他就走到 回我们学校 可能在Windows 7 Windows 8 的一些软件了 好处就是说 学生经济负担少了 解决了那个叫做 贫者越贫 富者越富的效应 所有学生的学习 那个起步线 都基本上是一样的 唯一差在的可能就是 那个家庭的支援而已 这个老师也会在 课余的时间 去补救这件事 另外 电子书方面 其实我们基本上 是没有用到这件事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好像用Momish 其实老师 很简单在里面 抽一些重要的东西 我们不是看那本书 而我们希望学生 是善用资讯科技 即任何的设计 任何的一些产品 就不算一个电话 或者一部相机 将他学到的东西 去显示出来 就不是说 透过电脑 去看着那些东西去做 而是用这个东西 去表达他学到的东西 这个是 因为我们在一家男校 刚才那边 副局长那边都说过 男生的表达能力 是比较低的 我们就透过这件事 引伸到他可以做多些 表达的活动 或者去解释他学到的东西 从而提升他表达的技能 最后 什么是移动学习呢 其实我自己的看法 或者 因为很简单的看法 就是在任何地方 任何的环境之下 任何的时间 加上任何的设计 都可以是进行学习的 那我可能刚才觉得 都很快了 因为五年的经验 就是短短10分钟 15分钟 其实都很创缺的 那我会有一段短片 就总结了 其实我们学校五年的 就是大约发展到现在 究竟在做什么呢 都可以给大家看一看的 小朋友就回来上房了 每次小朋友看到我们 都很兴奋的 快点来用我吧 你别傻了 现在的学生用电脑 不一定要来电脑室的 是吗 那我们在哪里用电脑 当然是在课室 现在我们持有学校 只要留在课室 就可以进行电子教学 近年ICT工具急速地发展 只要学生上网 就能够搜寻到各种知识 比传统的单靠教科书 或者是老师的传授 当然优秀很多 所以近年我们是 积极地推行电脑学习计划 而且得到 Microsoft的大力支持 这部电脑的拍档是我 是我才真的 是我呀 你们不要吵了 我们这么多只滑鼠 都是同一部电脑的伴侣 蛤? 这部电脑可以拌很多只滑鼠? 是的 它最多可以同时拌25只滑鼠 我说的是 我们学校正在用的一套 有学与教的方法 它的名字叫做MOMISCHIM 老师只需要很简单预备一个简报 简选适当的答案 就已经可以与学生进入一个互动的课堂了 课堂里面可以与学生做一些抢答的游戏 多项选择题 甚至可以学生一起在白板上画一些短项 或者画一些图案 interactive classroom 它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软件 当它上课的时候 它就广播这个课堂 那学生就开一个OneNote 它连线到老师的课堂 老师所有的教材 就会落到它那部机 当进行课堂的时候 老师可以进行一些即时的投票 看到学生的反应 进行一些讨论 学生也可以在OneNote上面 加插自己的笔记 甚至插图 令到它可以有一套 是属于自己的学习的工具 Flashcast Flashcast是一个网上的平台 其实它里面包含了很多不同的教材套 老师也可以自己预备一些教材套给学生 做法也很简单 只需要加插一些插图 录音 就已经变成一套适合学生使用的学习卡 除了可以听到录音 学习和知识之外 还可以测试自己的能力 因为它有一个功能 可以输入一些文字 去看看自己是否懂得 这个学习卡里面的内容 我们稍后见了 再见 嗨 又见面了 嗨 我们不想一些没有富有的小朋友 没有机会接触电子学习 于是我们就推行虚拟电脑这个计划 虚拟电脑里面 我们安装了一些最新的软件 或者老师预备的教材 学生在家里只需要一部电脑 可以上网 可以连线回来学校 继续他们的学习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虚拟电脑 他每一次上课只需要登入 他不需要额外 要每个课室安装一些合适的元件使用 大大减散了 老师上课前预备的时间 电子学习的优点很多 除了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互动性 同时也能让学生能够掌握 沟通协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当师生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增加的时候 教学就不再单向性了 而教师的教学模式 会漸漸变得以学生为中心 做个小小的总结 其实推行了 其实我们自己都反思过 推行是阶段到哪里 其实未必是Erwin说到那么前 其实都是因为资讯科的发展 其实每天都有新的元素 新的东西 其实我们觉得每一天都是 我们的那个叫做 走着的路都是一直在中间而已 永远没有终点 其实这条路 还有去终点这条路 其实很多方法去 就是可能学校之外 没有那么好的时段 那你可以走某些软件 那学校资源多的时候 你可以走第二条路 那视乎学校的那个环境 那刚才所介绍 我们用的那些软件 或者教育法 其实全部都是一些免费的 学习资源来的 因为始终我们是一间津贴学校 所得的资源都不是太多 所以我们都会选择一些免费的 又适合老师使用的 最重要是易用 老师不用做那么多东西的 一些软件去用 那今天我的分享是这么多 多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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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